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位干部今天都在现场 今天是解雇的双满月 因为今天8月19 他们被解雇了两个月 但这整整60天 资方完全不悔改 官方完全没作为 但是我们今天要提出 为什么这三位高位干部被解雇 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牢基法里头 给资方开了一个好大的后门 叫做变形工时 工会不断的检举跟抗议 资方变形工时是违法的 县市政府也做了财阀 可是他们照样继续实施 公司在公司的内部规定里面 每天上班只要7小时 可是我们的加班会申请 确实要10个小时常申请 而且你好像内部有申请 即使你的出勤几乎超过10小时 你没有申请就表示没有 长期以来 加热府公司压榨我们这些基层的员工 他压榨我们的劳动力 剥削我们的血案钱 已经长达十几年 长年以来他就会不付加班费 那这样子的一家企业 其实对我们整个台湾 实质型公司的时候 觉得这段制度真的很差 但是加热府公司把它彻底落实 就是规避加班费 然后以那个假照劳资会议记录 去蒙遍各县市的主管机关 说他有招待劳资会议 可以实施变形公司 今天我们就是来控诉 这个恶劣的资方 跟这个无能的政府 大家有看到 这都是公位成立以来 发动的劳检 然后各县市主管机关 所去采划的那些公文 劳动部也已经知道 在101年也已经知道了 他的变形公司是违法的 为什么没有禁止他 为什么没有去纠正他 而让他继续的使用了变形公司 一年来剥削压榨我们这么多钱 因为他在实施变形公司 弹性公司 调语公司的过程里面 他每一年可以在这个过程 可以约走2亿到3亿的钱 也就是加热湖他实施的电形公司 可以少付2至3亿的这个加办会给这些工人 当然身为一个工位干部 身为一个工位 很清楚这个卖场 这个企业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为 但当他勇敢跳出来 争取的时候 他就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大意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高略 加热湖在全台湾 提供了很多的卖点卖场 提供了很多的便宜的东西 让我们台湾人民来购买 但是便宜的后面 就是隐藏了这么多不为人知 残害功能的这个行为 他其实呢就像一张破网 到处都有洞 资方到处都可以钻 但是最少它叫做基准法 就是最低标准 勉勉强强 所有的劳工就靠这么一张破网 希望可以撑住我们的幸福 撑住我们基本的劳动保障 劳动基准法上面有规定的 比如说公时正常公时八小时应该要正常 依法应该要每日不超过八小时 如果你加班就应该要付薪水 这也是付加班费 这也是劳机法规定 法律的规定 必须跟工会协商 如果要做公时的调整 法律上面也说如果出勤 出勤必须被有记录 被有出勤卡刷卡等等 法律上面说如果要团变形工时 也要经过劳资会议 但是劳动基准法上面所说的每一项 我们的官方跟我们的资方都有方法 一一来破解 让这一张网破到不像话 官方教我们的资方怎么做 公时要正常是不是 没有关系 请用变形公时 只要会用变形公时 就不用担心劳机法所规定的公时要正常 不用担心你会有加班的问题 我们只要使用劳机法这一招变形公时就好了 所以公时正常一点都不是问题 请看镜头 我们的大老板很聪明 我只要使用弹性公时 我只要调余假日 我只要让我想叫你来的时候就来 我叫你不要来的时候就不要来 你被我呼之急来挥之急去 这样子就不用付加班费 所以劳机法的第二个网又破了 老板娘也非常会算 法律说要经过公会同意 必须要跟公会协商 所以老板娘协商了半天 觉得公会很麻烦 公会一堆意见 干脆把公会干部解雇了 最方便 所以打压公会 就让劳机法的保障 完全没有效果 失去了效力 劳机法规定要被出勤记录 但是我们的大老板呢 干脆上班有刷卡 下班责任制 卡片永远是九点到十七点 十七点之后卡片收回来 员工继续做 所以每一次去劳动检查 根本查不到加班事实 因为出勤记录 永远都是profit 造假的出勤记录 劳机法规定 公时要经劳资会议同意才能变更 但是我们加勒福等不少的资方做的方法是 劳资会议记录是假的 拿所谓的圆桌会议记录也好 劳资会谈也好 甚至假造根本不存在的人的记录也好 把记录随便自己写一写 就交到县市政府劳工局 就说他们变形公时 已经经过劳资协商 所以加勒福出现过非常多次 非劳资代表 假代表来签会议记录 假代表来协商 假会议记录没有获得认证 现在加勒福才在说 记录淹水不见了 有关变形公时的问题 其实是劳机法一个大漏洞 那很多雇主就利用变形公时 事实上是让呃 不断的工作但是没有加班费 那今天加勒福其实从工会成立以来 连续多年多次的向各个地方政府提出劳动检查 那我们今天也会提出各个地方政府 已经对各加勒福做了开罚的动作 但是罚款呃 非常的低为 2万到10万不等 而开罚完之后 加勒福并没有改善 他们仍然继续实施变形公时 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中央政府也就是劳动部 应该做的是 地方政府开罚完了之后 如果加勒福仍然持续到现在不改善 继续违法的实施变形公时 那中央政府应该由劳动部通令 就是宣告加勒福的变形公时违法 应该要求他们回归劳机法正常公时的规定 在85年的时候 为了扩大劳机法的试用 然后我们在兼顾劳工的权益 以及事业单位的经营需求之下 在85年的时候修订了劳机法30条之一 在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的行业 经工会或者是劳资会议的同意之后 事业单位可以实施四周的弹性公时 前提特别强调是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的行业 而且要经工会跟劳资会议的同意 那加勒福公司这个部分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有向劳动部申诉 所以劳动部有发函给各县市政府 针对加勒福各分公司去查查是否有违法的情形 目前各县市政府也在裁罚当中 查查之后如果有违反劳机法的规定 就一一劳机法的会予以裁罚 另外加勒福公会在今年的8月13号 有关于不当解雇的事情 像劳动部的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 已经提出裁决的申请 那目前劳动部的裁决委员会 也在依法在处理当中 剥削压炸 必招天前 必招天前 剥削压炸 必招天前 打压工位 打压工位 无法无天 打压工位 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变形工时 立即停止 乐优独和打压工具 高峰 对 每人些帮战工处员的